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政府基金我想还是会很卖力的撑盘 那么到了中场整个跌幅大幅度的收敛 我们从K线来看 其实今天开盘往下杀之后 等于又回来测一次 10月11号跟12号这两天杀盘的低点 那今天打下去之后 同样也是没有例外的留了下影线 关键就在于政府出手护盘 那目前行情短线上面来看 会比较不明朗 因为一方面从技术面的格局 台股很明显的就是转入空投市场 我想这个是不用去争论的 否则技术分析全部白学白讲了 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 目前台股短中长期均线 全部跌破 全部下弯 全部盖头 包含年限都是跌破而且下弯 这种技术面的形态 我想放在任何一档个股 它绝对是一个空投趋势 放在大盘它当然也是一样 只是投资人心中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答案而已 那但是呢 我有说过 美股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美国股市年限失守了 而且年限跟台湾一样也下弯了 那台股连9500都不会守得住 台股会跌到9500以下 但是如果美股能够撑住年限 甚至能够慢慢地再往上爬 那台股呢 原则上最坏 就是9500到10500这个区间 以1万点为中轴心 所以目前来看 走得比较像是呢 第二种情况 因为美股呢有撑住 加上呢 国内有政府护盘 那一时半刻 我认为短时间 至少到年底之前 美股是不会崩盘的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所以台股呢 目前就会变成在短线的操作 它其实是非常的纠结 但是呢 也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为什么我这样讲 所谓的纠结不外乎呢 说多好像也有机会 看空也有机会 但是呢 这所谓的多空的机会 它通通呢 比较多都是发生在极短线 因为行情会突然变啊 台股一下跌一下涨 一下跌一下涨 美股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就是 中长期还在 进一步的对决等表态 但是短线上面 你要做多也可以 你要做空也可以 但是就是节奏要明快 所以我让老师规划的策略 权威333 分成三个部分来谈 短线 做空 跟 维基路市去买进 基优的价值股 这三件事情 它不抵触 因为呢 这是一个 搭配在一起的 组合餐的概念 你要知道 短线上面其实 行情不太稳定 对不对 可是呢 很多人喜欢做多 很多人也只会做多 但是你来找渭阳老师 我一样可以帮助你 达到你这样的目标 你看 这就是短线的标的 网龙 从进场到出场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获利也有十几% 二位数 出清之后 果真股价大跌 那另外呢 第三 我们已经来来回回的 总共呢 其实 近期已经做了三次了 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10月11号 当天台股大跌660点 我们维基路市 逢低买进第三 目前高档呢 先获利出清一趟 那观察这一根K棒 决定接下来我们的做法 那这个就是呢 短线赚钱的机会 一样是做多 我现在跟你讲的都是做多 那目前我们呢 短线多 但还续报的 像海月 看法都没有改变 从10月11号的股灾过后 你看 它已经是连续 六根的红棒 拉上来 涨了34% 看起来目前呢 似乎整个多头呢 完全占上风 那今天台股大跌 早盘很多人呢 可能会被美股的震撼 吓到了 或者被台积电 调降营收吓到了 也许呢 又杀低了股票 可是呢 我们因为事先有把资金 分配好 规划好 按照策略来执行 所以其实在今天大跌的时候 早上开盘 大跌的时候 尤其盘中跌到180点以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脑中 第一个想的是什么吧 我今天会去想的事情 绝对不是在今天去做空 我绝对不是在今天去做空 做空要等呢 弹上来 做空要等呢 涨不动 没有力的再去空 不要在大跌的时候去追空 因为下面现在政府在撑盘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行情一大跌的时候 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我们事先让家族朋友 减码再减码 每一个家族朋友手上 只要按照指定操作 现在手上一定都有现金 而且呢 现金应该足够来减 很多被低估的股票 所以其实今天我看到大跌的时候 我的想法有两个 一个是有没有可以违纪入市的机会 所谓违纪入市 要买进的就是一些 比如说殖利率很高 而且年年都配息稳定 本益比很低 股价净值比很低的这些公司 这个就是价值型 那价值型的公司如果它后面还有大订单 接到很多的订单 业绩营收会有很大的成长 这种公司其实是可以放来等的 是可以利用行情比较恐慌的杀盘的时候 买到很便宜的价格 这种股票只要你用现股去买 你不是在拼说你买完 它下个礼拜会大涨 你是在未来的可能一个月 三个月或六个月后来做投资布局 这种价值股 你就是要利用大跌的时候去检视它 去看看它的筹码有没有松动 去看看它的便宜的价格是不是浮现了 另外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短线的机会 就如同呢 刚刚有讲了 上个礼拜10月11号 当天台股不是大跌660点吗 创史上最大单的跌点 我们就是在当天去买进利三的 那你看经过了不到一个礼拜 利三就已经涨了大概9块钱 就大概涨了9块钱 投资报酬利当然是超过二位数 这个就是短线因为恐慌造成的机会 所以其实今天利用大跌的时候 我们出手了 我们今天出手买进了一档个股 那这档个股呢 因为我希望保留一些投资的机会 给追踪我的朋友 所以今天呢 先不揭露是什么股票 那也不去多谈它的一些基本面题材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一档个股 有非常高的机会 短时间就能够获利 那因为这两个股的筹码 非常的漂亮 大户已经买了很多了 那散户的持股水位很低 那公司也有一些企图心 呈现在它的营运的转变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呢 用今天的这种盘来检视 是最清楚的 大盘大跌100多点的时候 这一档个股 它是红盘的 它是红盘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种股票 你要抢短多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大盘 就算下个礼拜走势不佳 你想想看 今天连跌180点的时候 这一档股票都红盘 证明了大户吸纳 足够多的筹码 让这一档股票 它是可以跟大盘脱钩的 它根本不甩大盘 那假如大盘下礼拜反弹呢 那我告诉各位 当大盘很弱的时候 个股如果都敢强出头 都敢表态的 通常这种股票 行情只要稳住 不用大涨 只要大盘指数稳住 这种股票通常都会喷出 这就是我操盘20年的经验 标准的强势股 就是这种德性 就是这种模式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 是一个让各位 真的很喜欢做多 而且你手上现在有资金 想要来抢个反弹 或者是来做多单布局的投资朋友 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保留这两个股 希望给长期追踪 关注我的投资朋友 那我们呢 今天会开放总共20个名额 那分两个阶段 因为有一些投资朋友 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节目 你现在正在电视机前面 收看live的节目 我们给收看电视观众的10个名额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播电话了 另外有10个名额呢 我们会等到呢 下午班晚呢 我们的节目放到呢 网络YouTube之后 因为魏阳老师 有很多的粉丝观众呢 是上班族朋友 都要等到呢 下了班晚上 甚至假日才有时间看节目 我们也保留10个 给晚上的投资朋友 那这个机会自己争取 抢短多 其实它就是一个机会才 你不出手 这个行情你多等待一天两天 就像我们前面呢 所逮到的机会 获利了结 出场 可能呢 都是在一瞬间 短短的几天 所以呢 如果你多等待 可能呢 行情就结束了 好 所以前面几档呢 短线 报复性反弹 强势大涨的个股 如果你错过了 这一档股票 今天总共20个名额 收看电视节目的朋友 你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其实进退两难 也很想跟着我们 在大跌过后 去买进一些可以短线 赚点价差 补一点生活费零用钱的股票 可是自己原本的股票 却不争气 套牢的还是套牢 亏损的还越亏越多 其实我在九月份的时候 用了连续好几集的节目 教给大家 转弱翻空股的警讯 你不要把它只当成是 怎么来放空个股 其实你想一想 一档股票 如果都可以去放空它了 是不是代表 它的败向是非常明确的 换句话说 假如你手中的持股 有符合转弱或翻空的 任何一个警讯 你也应该要避开 你也应该要停损 当初我们教学 有讲了几个重要的警讯 包含大户抛 散户接筹码凌乱 外资跑投信坎 法人出场 我们也提到 空单在高档连续增加 买进加速 多于卖出加速 借券卖出 如果大增 尤其危险 另外还值得留意的包含 技术面均线纠结之后 向下发散 短中期均线死亡交叉 短中长期均线空头排列 你回想一下 一个月前 我在节目当中教学 甚至都举出实际的个股 提醒你们要避开 就算你没有全部的停损卖掉 你卖掉一部分也好 都可以少赔很多钱 各位看一下 这是当初 9月18号 节目教学举例 是不是跟各位讲 华星科 你不要看说 股票已经从400多跌到 200多块钱 跌这么多了 还会再跌吗 我就有一个客观的事实 跟各位讲 这个就叫做 大户抛 散户接 那这个其实深不见底 从250块 继续破低到156.5 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又跌了37% 是不是很难受 赚37%有那么好赚吗 赚37%要赚很久 赚37%要很努力 可是跌呢 一下子就不见了 可能只是因为你一年之间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不愿意呢 好好的去检查一下 华星科是不是符合 魏昂老师所讲的警讯 结果不到一个月 又多跌了37% 是不是很可惜 那我们呢 教学举例 讲了很多股票 好我们再看这是什么 历情 9月18号 股价也创高 这你真的不得不佩服 魏昂老师 多么有智慧跟勇气 真的不是我往自己脸上贴金 一档这种强势的标股 创新高 创新高 我告诉你这是做空的标的 因为借券跟农券告诉我 这股票会跌 结果呢 跌了三成 有没有大跌 果真大跌 当时我举例讲历情的时候 心理压力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伤了你的心 你可以回去翻过去 旧的节目的袋子 我都有讲 我说这一档个股 历情在当时市场上 有很多人都在买进 有很多分析师老师专家 带着投资朋友买进 都在做多历情 可是我是告诉你 小心 避开 做空 当初盖牌 当初是盖牌讲的 因为不想伤害你的心 跌了30% 另外呢 也是跟运动有关的百合 这个本来姿态也都很强 有没有 姿态很强 可是就从这一根 跳空跌下来之后 技术面它破了平台颈线 最重要关键是 9月18号 我的资料里面告诉你 借券卖出 这一天大增 单日占了成交量26% 四分之一以上比重 就从这一天开始 跌了34% 跌了34% 直到这个礼拜 他才公布第三季财报 获利大减37% 但是呢 为时已晚 他已经跌了34% 很多都是这样子 不知不觉的 就让你的钱不见了 就让你的财富变少了 南亚科 多少人相信 地润的明天会更好 多少人还在等待 所谓的台数家族 会不会对呢 南亚科有集团作战 9月18号的时候 他已经跌很深了 是不是跌很深了 跌很深就代表是谷底吗 你错了 股票反映的 永远都是未来趋势 他已经跌很深了 他还可以再跌22% 股票永远都在看的是未来 永远都在反映的是 未来的趋势 不管你从哪里跌下来 不管你跌了多深 都是一样 一堆人 一堆报纸 一堆媒体说 创意 受惠台积电7奈米制成 我说均线全部纠结在这里 而从扣底的位置来看 月线即将下弯 年线即将跌破 那么它即将变成均线 纠结后向下发散 结果股价 一个月时间也跌了35% 有没有 就从这个地方 294.5 杀到19 大跌了35% 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跌了一波 然后呢 不是止跌 更不是回升 是继续再跌 杀了一段 又再杀 最可惜的 最可怜的 就是呢 还融资进场 摊平的人 所以我说 也许 你刚接触我的节目 也许你刚听我的建议 你一时半刻 你会怀疑 你不相信 这很正常 我不怕你来检验 我期望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期望你看100次 可是你会发现到 魏阳老师讲的话 要听进去 对你会有帮助 就算你半信半疑 那你好歹出一半嘛 你出一半是不是少赔很多 我所讲的股票 在一个月前 除了刚刚力情跟百合比较强 其他的虽然都已经大跌一段 但是照我教你的 检查的标准 不管是技术面 筹码面 经过了一个月 又继续大跌三成 继续大跌三成 那高档补跌的更不用讲了 那个未来会跌得很可怕 所以我希望你们 要去面对自己的持股 未来路还很长 股市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生命 可是呢 留得青山寨不怕煤财烧 我知道你现在套牢一堆股票 赔了一堆股票 每天消息面都不一样 处在这种局势当中 对于经验不够丰富的投资朋友来说 真的太可怜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你要把手中的持股 至少减码一半 我讲的是至少 你会少赔很多 卖了一半 你心情会好一些些 好一点点 那你钱抽出来一半 你可以来抢短 你要做多 你喜欢做多 我带你做多 你抽出来钱 你有一部分钱 我带你放空 你以前从来没有放空过 没关系 我教你放空 就像我一个月前 在电视上教你那样子的 带你去做空 一步一步来做空 一档一档来做空 我没有办法 在未来一个月之内 帮你把今年以来 所有损失补回来 我做不到 可是我可以带着我的团队 上到下 全员动力 用未来的一段时间 你给我一个月 你给我两个月 你给我三个月 你给我半年 你给我一年 我希望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来帮助你 反败为胜 一步一步来 你要做多 很多机会 但是如果你都只是看节目 来抢短多 那你千万不要有任何交易动作 如果你不打算跟着我操作 你不打算成为权威家族 没关系 不影响我对各位的诚信跟我们的交情 我还是可以帮助你做持股诊断 给你建议 但如果你要实战 你要交易 你要赚钱 你要做多 你要抢短 你要学空 你要放空 欢迎你跟着我 因为机会是不会等人的 如果你认为 看节目 去拆我的标的 或看到我今天讲什么股票 你明天自己进场 那我希望你不要有任何动作 因为这样做 你百分之两百一定受伤 百分之两百一定受伤 我宁愿你看我的节目 学习就好 我们当朋友就好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 不必要的利益来往 我们当朋友就好 但如果你要赚钱 今天要跟我谈的是利益 你想想看 当网融我们呢 短线 强短进场 全部出清 获利了结的时候 怎么现在很多人在问我 老师 网融跌下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视线都跟各位讲了 很多人问我 老师 利三现在可不可以买 利三 我的成本在55块 54块 我该怎么办 那就表示你是买在这里 不然最近哪有55块 54块 表示你买在这里 而我们是什么时候去买 我们是高档减码 10月11号大跌660天 那一天 我们在最低点附近 进场买进 而目前就出场 又赚了一趟 如果你慢了 行情不会等你 因为现在的盘就是这样 你要完完全全的贴紧我们的部队 不是跟在部队后面 拿着望远镜去看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海月也是一样 很多人杀下来的时候 下得手足无措 结果停损 停损之后 暴涨34% 是不是很可惜 你最起码持股续报嘛 那杀下来有钱 你是不是可以加码 就大赚了 所以今天我要给 长期追踪的节目 支持我投资朋友 20个名额的机会 这20个名额 是本着一个回馈的心 在这个行情里面 我要你感受一下 怎么样来赚钱 赚钱是要有方法的 赚钱是要有策略的 这个方法 从这两个股 我们一起来体验 这两个股 姿态非常的强 今天大盘中错180点的时候 这两个股还在红盘以上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 如果大盘稳住 这两个股绝对是一马当先 往上喷出 往上爆发 那就算大盘不好 我认为这两个股 仍然是有表现可以期待 因为今天 他已经用他的强势 说明了一切 筹码非常集中 公司很有企图心 营运在转变当中 20个名额 从现在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